我們就是利用晚上 禮拜五晚上的時間 去討論一些社會議題 那其實哲學星期五他談的議題很廣 我們可以談一些政治 例如公民怎麼參與政治 那青少年怎麼參與政治 或者是一些人權的議題 我們也討論過死刑的存費 或者是討論一些文學 就像今天我們是想要用 就是因為這三天是228連假 那其實大家除了放連假之外 不知道有沒有去想過說 這幾天在歷史上發生了什麼事情 為什麼要放假 那今天我們就要從文學上面的角度去談228 然後還有所謂的野拜 對 那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傳統 就是大家都要做自我介紹 因為哲學星期五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坐在台下的群眾其實才是哲學星期五的主題 我們雖然每個禮拜五都會請一些比較專業的講者來講一個議題 但是我們認為在台下講者才是這個哲學星期五的主角 因為每一位群眾他都可以去表達他的想法 我們雖然有講者 可是你不一定會去全然的認同講者的說詞 你也可以去很大聲很自由的去表達你對這個議題的看法 對 所以我們等一下就會要做這個自我介紹 你可以說 你怎麼知道哲學星期五的你為什麼要來 或者是你對我們今天要談的 這個228到野百合政治文學 對於228或對於野百合你有什麼想法 或是你有什麼看法 那我們議員大概是一分鐘的時間 對 那我們就先自我介紹 那我們就先自我介紹 大家好 我自己的教授 然後我從長後來 我來過幾次的人 然後在這邊 然後在這邊 在這邊的程度 還滿興趣的 喂 大家好 不是零零 然後就是旁邊這個野百合就是等我來的 對 然後今天來這邊直接欣賞 就是管家的事情 然後來替大家 對228的心態方 然後也就是 憑自己的記憶 然後跟大家看 可以有什麼樣的交集 或是有自己的想法 可以跟大家分解一下 你的記憶是什麼 因為其實我是進發的出生 對228的心態 對228的心態 已經有一段時間 對 然後大部分的心態 都是從長輩的過來 所以我不曉得這樣的說法 到底他的真實性是什麼 還有他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其實如果 我可以就是參與這樣的活動 聽聽看 就是各方面 或者是各界不同的想法 然後我覺得 那樣拼湊出來的 歷史 或是更真實 謝謝 幾點 我是吉祥 我是台中間 所以我們明天下午 在聖女工廠 那間也有 就是共生月節中部的 那大家如果有看 也可以去 一些關係 大家會把你 幾點開始 要不要跟大家 就是講 其實我 我不是主辦 我就想去參與 對 大概是1點開始 在聖女工廠那邊 要造型 大家好 我們是哲學新組的志工 叫嘉儀 然後 為什麼想要聽 228紀元的政治文學 因為大概差不多去年這個時候 有一群公民跟立小老師 到這部外面 然後對於 有一個 不是那麼公開 透明的 特當微調 表達了 反對的意見 所以其實很多東西 即便我們 學習的時間非常長 但是 不見得有機會 能夠認識他 一個比較真實的樣貌 那或許 或是今天 透過這個 主委政治文學的方式 就是 就像在他的故事 但這故事是 真實發生的 而且是跟我們生命有關 我們可以讓我們更進步去 知道之外 主題上我們實際的一些狀況 大家好 我就是益君 然後我今天是第一次來參加這個 然後之前 因為你們一些 比較短痛 然後 所以我今天就是第一次來 然後 我相信他就是 大家好 我是主席 我是教教大家的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夠夠 那 因為之前 工作的關係 所以 有時候要導覽一些 台灣的一些 歷史跟地理的東西 然後 比以前這個228這一塊 實在 不是很了解 那最近 就是聽了一些歌曲 然後又看了 一些畫 就是 成縣播音 或者是的話 然後突然發現 這個228這一塊 是以前 真的是太懂 所以今天這個機會 跟你們好好了解一下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小時候 馬桑 今天這個馬桑 就是說 高雄 馬桑 就是正常 我本身在學校 秀書 台灣公義文字告訴 為什麼要說台灣公義文字告訴 因為說台語寫台語 說中語寫台語 說中語寫台語 我們這個數 包括現在我們這樣說 228 就是我們台灣的這個 本土的數 很重要 今天 我看了這麼多小年 對話 都出來 比現在 聽到話 說得很開心 我本身是1951年的 說起來 已經是六十多了 不過 我也是到最近 七十年來 才開始 翻譯 對這個228 改成 我特別 在我的年代 這是一個禁忌 禁忌 不能講 也不可以講 尤其 所以 我已經 得到啟示以後 就 積極在從事 這方面的 參與 明天 在大禮 228公園 有一個合唱 有一個 228的音樂會 我歡迎各位去參加 因為我本身也是參加 這個 台中四福爾摩沙合唱團 我們明天 在台中 大禮 有228公園 有一個合唱團 下午的2點28分 比台中公園 更沒有 兩次 李副總統 也要來這邊 演講 所以希望 各位有時間 可以來參加 謝謝 對不起 講得太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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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我叫溫妍 我是那個 廣告台的老師 因為那個 髮型的圍都是我 社材人 作為 威廷來 謝謝 大家平安 大家好 這個地方我以前 沒有使用 對 我在這裡 之前 主持一個 台語文特色 就是 我所懷念的 富蘭柯林組織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本身是用人魚社 還是在那裡 但是我總沒有 放在台語文 用台語社社 也要出版 差不多 有 約兩三個月時間 因為時間的限制 所以沒有 我全跳完 在樓處裡的時候 可以來看 本色 就是 開設的 建築本色 然後 給大家看 另外 我有一個 民設 六個月 最近也很老 就是 新都台語文新聞網 新都 新都市的新都 台語文新聞網 全部都是用台語來寫新聞 歡迎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搜尋 也加入 或說沒有什麼文章 都可以來上面寫 感謝大家 老師 不好意思 我不會再說 麻煩 因為我是客人 好 昨天幾個老師都講 米蘭語 我有點不好意思 我是隔壁想想的Piky 然後我今天有點掃瞎 但是我明天要講一個故事叫做 當顏色被禁止的時候 就是跟一群4到12歲的小孩 講這個關於228的 有點類似想要引導這樣的思考 所以今天也是想要來這邊 來聽前輩們就是去 怎麼去引導這個意思下的一個思考 對 謝謝 妳要不要跟大家介紹一下明天的活動 就是時間啊 只有4到12歲可以參加 有小朋友可以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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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可以跟你4到12歲的小朋友講 然後明天是下午2點半到3點半 然後我會在那裡講故事 對 我準備好了投影片 但是就妳知道 準備到後來我就想說 要怎麼引導他們思考這個 比較嚴肅的議題 所以我今天就來做工作了 就兩點半 對 我會穿得比較可愛一點 對 我會穿得比較可愛一點 大家好 我是羅邦 我現在會顯示在文化文族服 然後今天很高興會來這邊 聽老師的演講 大家好 我是羅邦 然後我也是採用教育大學 台語介紹 然後是因為 認識組成所以知道有這個 這個活動 所以來聽聽聽聽聽 妳怎麼可能用台語講 我也不可以聽聽聽聽 不好意思 大家好 我是廣告台的學生 因為我是主持人的董哥 所以我明天要來這裡 替上傳賣給妳看我看 對不對 好 大家好 我叫老邦 我是羅邦大學 羅邦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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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的大學生 好 所以我今天來這裡 也算是想要我講 想要我講 想要我講 然後轉賣 帶個機會要在台北 在台北 在台北 贊助 大家 恭喜各位 大家好 你好 哪裡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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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陳文玲 我的臉 我是吳常 周超 青年舞台 謝謝 大家好 我是日圓 然後空前發言就是 第一次參加折磨的活動 這些都是他製作的工作 大家好 我叫孫士多 我平常是在臺北 我是從事比較以文字和影像為方法 就是做青少年成的工作 然後藉此串連一些不同年輕人選家 因為最近這兩三個月 有認識很多 所以最近晚上來 之前有一直聽說 台中的折磨非常的熱鬧 想要過來看看 剛好這兩三天 就是連假的時間到台中 有看到這個題目也很有興趣 就是不好意思 就是我的台語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現在非常緩慢的在讀 就是吳老師的新書 就想說剛好這個機會 就來聽一下 謝謝 大家好 我是王瑞迪 我是四國人學長 可是我們沒有約好 因為我是台中人 我還是住在武傳之間 然後我其實住在這邊很久了 如果一年多前回來台中 然後發現台中很多 以前跟以前不太一樣 然後有什麼東區這邊 有很多建築物 然後建築物都會 重新的 就是像公園園科 或者是甚至 跑比較遠到蘇利人 這樣子的故事 我就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自己 我是從事資訊業 可是我平常會想寫一些東西 那我最近也寫了一篇就是 機用運傳 然後寫了一篇小故事 所以我對這個創作 其實也對節目還蠻有興趣的 那我常常經過好辦 我開始知道好辦在做什麼 可是我看那個文言上面有寫到 就有這個哲學興趣的活動 所以現在就特別多了 謝謝 大家好 我也是 有到第一位 我叫的老衛園園 因為這次也來參加 我剛才的學學興趣 有 家中一家 總二十四年 所以他剛剛來支持 謝謝 謝謝 大家好 我叫丹延延 阿延 我現在是 我叫丹延延 他就跟丹延延 跟丹延延 叫丹延延 但是我大人是客人 所以 我是很多人 但是我叫丹延延 我叫丹延延 在丹延延 我剛才有一個公開的工作 很公開的節目 其實就是希望 我公開開出社羽 所以 在那邊還要做 吃點被以為你們翻譯 所以 不用客氣 好 好 謝謝 謝謝 好 你好 你知道 我們在幹嘛嗎 我就是 剛在網路上看到 所以還滿好 所以 你就是講一下 你從網路看到 為什麼 我們會想要聽 你是誰的樣子 對啊 我是 我是 還滿好想說 可以來這樣 然後 不管是 我後面有位子 如果你不敢時間 可以坐 沒有關係 大家好 我是台灣的方法 你丟掃的老師 那你以前也是 我老師在當政治文學的創作經驗 我剛才叫我去指揮 所以你來看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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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台灣的 日本人 我是中山的海大 台灣的日本海的 老店 對 以前有看到很多 文學的 不可能有 所以 從那裡 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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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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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到 在日本這個時候 都會從 Google 網路 Google去找 美國的 他會過一個 小孩 今天有些 他會 可以聽到 我 我用台語說出來 就看人家 對 好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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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聽到 做小孩 還可以聽到 看 聽到 老司在說 日出賣 不可以讓人放進去 現在 那些過程 不是我們經歷過的過程 但是 我們的子孫 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的子孫 我們的朋友 小小 大家都會在 這個土地 所以 這個時間 大家不只要了解 還可以說不定 賣國瑜 放國瑜 沒問題 我想說 台語是沒那麼困難 有些人問說 要怎麼話 要怎麼說 我說你一講就要 待會我會叫我林老師說 我會叫館給我很聽 我叫梁老師 我是那六個禮拜五位的雙雙雙雙 今天拜託你 我的兩人頭去修理 所以我用八人頭 所以我現在要幫你休息一下 才接近 現在我沒有在忙的地方 要幫你們大家幫忙一下 林老師 你說你給我講 我剛才說 我在學校教教教授 採訓法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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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你們要不要教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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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想 這十分就在八年前才知道 七八年前 現在還可以比較白了 所以我常常跟 我現在都聽說 我們的國語很好聽 只要有時候就有聲 大家就簡單又好笑 睡著睡著睡著 睡著23年而已 為什麼說23年 因為我們的台語羅馬字 是由17個英文字母 羅馬字是組合的 你想想看你要學英語 26個字母 你要學台語才23個 那你全日語要50英 我跟你講 中國大陸的普通話 它的普通話也是 BPMF 德特是DTNL 那我們的台語 是從漢朝 唐朝 甚至詩經 什麼都有台語在聊的 什麼紅樓夢 不是不是 什麼那個 樂婚那裡聊什麼 有一條 我一天去看他們的網路 他們的中國在討論 我找一個 就不是用台語白音 他們是說閩南語 其實閩南語跟台語還是有很大的 有很多的不一樣 就像說英語跟美語還是有一些不一樣 我常常在說 我們的講義很多年 我就是要跟他們說 講台語 什麼台語 你說中語就什麼中語 所以我們一直在學校裡面 一直在強調 你們的國語在日本時代 叫做日本話 現在這個國語 在外國人來講 他們叫做普通話 普通話是中語 那我們的台語 有包括台灣的語言 就包括台語、客語 原住民語 那原住民語 他沒說 全部都是用羅馬字寫的 他沒說 他怎麼都不知道 因為我閃南語跟巴萊語 你來看 我去看什麼 全部都閃南語在發音 為什麼我就用閃南語 他就是從那個羅馬字的音 把它找出來 那希拉牙的語言 為什麼現在慢慢又可以找出來 三豬豬我一家人 這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都講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他們從那個 聖經裡面的那個 馬太福音 裡面一切的那個希拉牙語言 所以一個國家 一個國家要 可以獨立自主 你的語言文化 一定要保留下來 你看日本人在討論 他們的警察 第一個要學的是台語 比如中國國民黨來的 第一個要學的就是母語 你們要查多少 好不好 謝謝 不好意思 謝謝 好 那時間的關係 我們就先把 我先跟各位講一下 就是我們在後方 就是有做全程的錄影 因為我們希望 今天沒有辦法到現場的朋友 有人透過網路可以看到今天的活動 那如果你對於錄影這件事情比較不能接受的話 可能結束之後到後面跟我們的志工說一聲 那我們會把就是由你發言的片段就是做一些處理這樣子 對先跟各位講一下 好那我們就歡迎今天出身